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大新闻之历史上的今天 历史上的今天有两个题目 今天是第一个题目是八七会议 也就是中共正式开始利用武装 开始夺权和武装斗争的开始 那么第一个话题 我们有请陈国祥先生为大家讲解 谢谢您 好 这个所谓八七会议是在1926年发生的 那么这个就是说国共合作之后 孙中山后来过世 那么蒋介石领导国共的军队进行北伐 那么到了上海之后 蒋介石所谓清党 就是他要清除党内的共产党分子 那么他这个屠杀 还有惩治了很多共产党党员 那么对于中共而言 就是一个第一次革命上的一个大挫败 那么这个挫败之后 他们就在八月七号这一天 在武汉召集了一个会议 这会议就是把陈独秀 当时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撤销 他的这个总书记的地位 然后这个会议通过一个最重要的决议 这个决议就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 这提出来的这个主张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就是中共在这个武汉的会议里头 他就做了两个决定 第一个就是农民革命 那么第二个就是武装起义 那么这两大主轴 后来在往后的二十几年成为共产党跟国民党斗争的一个焦点 也是共产党后来取得中国大陆整个领导权 或者是他整个的占领 这个革命成功的一个关键 就是这一年八七会议提出的两大方针 就是农民革命跟武装起义 而这个八七会议一方面是确立了往后二十几年的总路线 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这个会议里头毛泽东建了大功 他就是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被党内的最高决策所采纳而成为未来路线 那么当时毛泽东的地位还是比较低的 他根本就是连常务委员都没有 常务委员是周恩来 但是周恩来这个时候在武昌 江西的武昌准备起义 所以他没有参加这个会议 而参加这个会议里头有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据说是这个会议的记录 他在这个会议里头是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所以毛泽东跟邓小平就是在这个八七会议里头结识的 那么另外值得重视的一个八七会议的一个历史性的影响 就是说这个会议的一个决议呢 就让中国共产党他逐渐的摆脱掉 所谓苏联的国际共党的一个领导 这国际共党的领导呢 他就是比较不了解中国的一个实际的情况 而是从苏联或者国际的观点 来指导中国的所谓的革命 那么经过这八七会议之后呢 那么开始比较能够由中共的一个本土的领导人 来影响最高的决策 而采取的这个路线和手段呢 就比较贴近中国的真实的情况 那么中国共产党从此呢 比较迈入到一个所谓本土化的路线 从国际化路线进入一个本土化路线 用共产党话来讲 就是把马列思想跟中国的实际情况 做了有机的结合 这有机的结合呢 就一方面这个参考 这个马克思列宁的理论跟思想 以及他的一个经验 那么同时呢 以中国的具体的实际的情况 作为一个制定政策方向路线 一个最重要参考 比如说农民革命的产生 原来按照马克思的理论 是工人的革命 而不是农人的革命 那么那么农人呢 会成为中国的革命的主体 那就是因为中国的现实情况 是经济跟工业还没有高度发展 所以工人阶级是有限的 而劳资矛盾是有限的 那么最大的一个社会的底层的群体 还是农民 而农民跟地主之间的矛盾 是非常尖锐的 农民跟统治阶级的矛盾 是非常尖锐的 而让农民成为革命的主体 就是让中国的实际的情况 能够在这个基础上面 来制定革命的 这个所谓的一个路线跟方针 而中国的农民就逐渐的 在一个整个所谓的解放战争里头 取得主体性的地位 那么这个就是马列主义 中国化或是本土化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而这个转折点就是八七会议所产生的 另外当然武装革命 也就是共产党 他已经知道 跟国民党是一个不共戴天的 相互的你死我活的一个斗争 不可能再去产生一种幻想 就是寄生在国民党里头而壮大自己 那么这个幻想他就把它丢掉了 就是进入一个赤裸裸的武装斗争的时代 这武装斗争 后来他们就在赣南建立了这个革命根据地 后来根据地被蒋介石五次扫荡之后 他就是所谓展开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一直到延安 那么到延安之后 后来又因为当时那样西安事变 得到了一个修养生息 然后壮大自己的一个机会 然后又抗日战争之后 他就能够取得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喘息的时间 然后壮大自己 那么成为一个强大力量 然后爆发内战 在三年多的时间就把国民党赶出中国大陆 那么这个一切就是武装 所谓武装起义得到了最后胜利 而它的源头就是巴西会议 所以巴西会议对中共的发展来讲 是个非常关键性的一次会议 那么这个会议在当时 可以说是扭转了它的败局 而让它能够获得了新生 迈向最后的一个胜利的一个关键性的会议 谢谢您 谢谢陈先生的讲解 那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话题 人民公社万岁 结果最后是几岁 这个也就是1958年的时期 中共开始制定的一个大跃进计划 人民公社计划 这个话题我们有请 你身在香港的基础明先生 为大家讲解 人民公社呢 其实就是我们知道 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 它要搞经济建设 搞经济建设呢 大概提出了三面红旗吧 一个是总路线 一个是大跃进 还有一个是人民公社 那个人民公社的寿命 可能比大跃进那个时候就大量钢铁 那个人民公社这个寿命要长一点 那大跃进主要是工业发展的 这个一个一种动力和一种 这个指导性的一种方向 那么人民公社呢 它是作为这个社会主义的 这个刚刚初畅时期的一种社会制度 那么在中国呢 它属于一种政策合一的一种组织 那么分为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人民公社 那么以这个权者农村人民公社 更为的这个主名 那么农村人民公社呢 属于当时计划经济下的这种一种经济体制 那么它的这个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呢 就是农村计划经济时代 那么它一切都是一种集体的来组织生产 它既是一种生产组织生产单位 也是一个基层的这个政权 所以它这个人民公社 它也配备这个党委书记 那个公社的这个主任 那么它是作为一个基层的一个基本单位 那么它普遍存在的时期是58年 就是那个大跃进那个时期 那么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还解体 那么最后是被乡政啊 乡政这样的那个来替代的 那么这个人民公社这个名词呢 也很戏剧性 它从哪里来的呢 它是当初的这个刘少奇 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另外几个领导人 在闲聊当中产生的 那么那个1958年11月7号 在郑州会议上的这个讲话 大致上那个在58年的4月份 在去广州的火车上 刘少奇和周恩来陆定一 当时的这个中宣部的部长 还有邓立群在闲聊的时候 他们在讲那个半工半读 讲教育如何普及 然后就就是那个聊到了这个公社 聊到了乌托邦 聊到了这个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 就是现在我们说就是 大家坐在一起吹水 那吹水过程当中 那个在八大二次会议上 那个刘少奇讲了半工半读 以生活集体化 并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试验 那么1958年的这个8月上旬的时候 毛泽东呢到了河北 河南和山东等地区视察 与当地的负责人呢 就是这个聊天 就讲到了小社和大社的这种关系 因为原来是这个农村合作社嘛 对吧 毛泽东看到了这个人民公社这个名字 也看那个听刘少奇讲到 所以他就讲这个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 他包括了工农工农兵学商 这个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 所以呢就是这个 他在人民公社前面加一个地名 或者加上这个群众喜欢的这个名字 那就出来了 所以是那个人民公社的这个特点就是一大爱工 他是属于这个集体所有制的 所以最后呢就是毛泽东这个讲了以后呢 这个四处就想起了人民公社好 人民公社那个万岁这样的一种口号 那么到那个58年的时候 就在大跃进的这个过程当中 人民公社化这个运动 就把原来的农村农业这个合作生产 合作社呢就合并起来 一般呢就是一个乡建立一个社 那么就是比如说那个某某乡 这是这个人民公社 那么什么什么那个 这个就是就是就是这样的这个产生了 那么那个到1958年的12月份 中共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六次会议 他在武汉召开 那这个时候就决定把这个公社 转成为生产第一线 作为一个核算收税和分配收入的基本单位 不再强调吃饭不用钱 那个他的工资 重新按劳动量和所振的公分 那个来支付 因为以前的这个农业合作社 转化到人民公社 都是大锅饭 那么就是一起吃饭 所以作为一个单位 现在呢就是变成了一个 这个劳动继分来这个发口粮的 这么一个计算单位 那么然后呢就是也规定了公社下面有生产大队 生产大队又有生产小队 那么实际上最后就是生产小队就相当于一个自然村 这样一个 那么几个自然村的合并变成那个生产大队 那一直到了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就是为了改变人民公社制度下存在的平均主义 和这种那个公社社员缺少经营自主权和生产积极性的这么一个状况 就是78年的时候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就推行了农村那个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职 那么所以这个制度推出来以后呢 这个人民公社的这些称呼和组织呢 就此慢慢慢慢淡化和消失 那么改成了比这个生产劳动 是以个人承包 因为它那个土地还是属于集体的嘛 个人承包 个人发展 但是这个其他的这个行政单位就以村 乡或者镇来划分 那么一直到现在 那么实际上农村就变成也是一个市场化发展的那个过程 人民公社也就变成了一个历史的名字和历史的一个产物 在没有多少年 虽然当初是希望它长久存在 在计划经济改变以后 那个人民公社也就受总正寻了 马居 好的 谢谢观众们收看 谢谢大家 再见 请到YouTube搜索想点就点 随时随地 想点就点 直接回答网友提问哦